法谷山花莲金社110年的10月份开始正式进入市营运的阶段 以法喜作为鹤里法谷山将在花莲开办难得一见的智慧与经典讲座 邀请到僧团代表依序洪奖侯学金药为期六场 也为3月20号即将到来的祈福皈依大典揭开序幕 法谷山花莲金社自110年10月起展开市营运 以法喜作为营兴鹤里 从111年1月份开始由法谷山护发众会神企大学 宇禅秀中心 普化中心 文化中心等神团代表 在花莲金社共同成就难得一见的智慧与经典讲座 以六祖谈经 任言经 阿含经 阿弥陀经 华言经为题 由神团代表依序洪奖佛学金药引领大众深入金帐 开启心中的宝山 我自己本身对佛法经典也蛮有兴趣的 那后来知道有这个这个讲座我就每一场我都报名了 那经过解说以后我觉得更清楚 对对我自己把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更有帮助 3月20号也将在花莲迎来法谷山今年度首场祈福皈夷大典 将邀请到法谷山方丈和尚为民众赠寿三规五戒 法谷山表示花莲金社硬体建筑完工后 目前依有法师进驻 除了带领义工完备软硬体设施 也陆续开展禅座共修 念佛共修等红化活动及课程 欢迎在地乡亲前往参访 在三环海报的优美环境中 共学共修 进化心灵 记者 徐立芹 华林市报导